当你去超市购物的时候 在起司专区 看到标签上的名称 有起司 乳酪 甘酪 芝士等 有没有觉得同工演化呢 这些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这些都是起司 简单来说 就是将乳内中内含的蛋白质 和脂肪凝固后 在去除水分而制成的食品 很有丰富的营养 加在面包上烘烤后 更能够增加风味 嗨大家好 我是辉 新年快乐 今天要来说起司 起司与各种食物的搭配 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今天先简单的介绍起司的种类 下一部影片 再来介绍吃披萨时 用哪一种起司会牵丝 与著名又有趣的卡通 汤姆猫与杰利鼠中 有很多孔洞的乳酪 又是哪一种 看完这一系列的影片后 各位朋友就会知道哦 那么我们先向各位介绍乳酪的基本制作过程 第一 准备牛奶或羊奶 第二 加热杀菌 第三 凝结凝乳 第四 切割凝乳 第五 排除乳清 第六 将凝乳加盐 与调味 或者是加入菌种 第七 熟成 经过以上步骤就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乳酪 在台湾只要有用到70块干酪作为原料而制成的食品 才能在产品标示上著名为乳酪 所以这两种是一样的食品 因为受到欧美文化的影响 我们常称作为起司 因为在市面上相关的培训课程或有乳制品的糕点类名称也会有乳酪的踪迹 所以乳酪也是很常见的用法 事实上 起司依照食品发店委员会所制定的含水量标准作为分类 而食品发店委员会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间卫生组织在1963年设立 目前有186个成员国涵盖全球约98%的人口 这个组织专门会负责协调各国政府之间建立完整的食品国际标准 所以称之为食品发店 而各国政府和企业将这个发店称之为Codex 首先要介绍的是极硬质起司 含水量少于51%以下 譬如帕马森起司 源自于意大利 产品标签上有Granar的字样 如同英文的Gran有颗粒的意思 这种起司会做得比较大 像轮胎一般的形状来方便存放或者是熟成 至少要熟成一年以上 制作过程中藉由加热取出落蛋白 并放置在盐水中腌制一个月 再取出熟成 熟成的时间平均约1到4年 会根据熟成的时间将颜色分成龙虾红 银色和金色三种 具有水果干与葡萄酒的味道 在起司内含有落蛋白晶体 吃起来会有颗粒的感觉 在高级山丁 常用的多半都是硬质乳酪 一般都会削成片状 放在沙拉上 或者是用专门的刨刀 刨成颗粒状 撒在披萨或面包上 加热融化后吃起来相当绵密 闻起来有浓厚的奶香 硬质起司 含水量介于49到56%之间 譬如切达起司 原产于英国的西南部切达村 是目前全世界产量最多的一种乳酪 在制作上运用的堆酿法来制作 所谓的堆酿 就是将凝乳切成条状后 用起司本身的重力 不断反复的堆叠 制作过程中会加入发酵剂或凝结剂 来去除乳清 经过堆酿后的凝乳 会再进一步的碾磨 撒盐后入磨 最后再经过重压 熟成的时间约3个月到3年 熟成时间越长 味道也越浓郁 外观呈现金黄色 或多重堆酿的乳酪 切开后会有分层的外观 是切达乳酪的一种特色 在烘焙与料理中 算是最常见的起司 传统的切达起司呈骨状 外层会包着一层绷带 以确保起司的外层 有良好的外壳 其他的硬直起司还有洋奶酪 捷克起司 购买起司的时候 材料越简单越好 平时早餐店吃的起司 绝大部分都是加工起司 但是吃起来很美味不是吗 这一集接到起司的种类 大家有了解了吗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